八點半 應該就是兩點鐘了 十點 星期三是不是九點 哦 今晚的 是不是十 是不是十七名 不是 Sorry 是 三十一 三十五人 法定人數從來都是三十五人 大會是誰 Sorry 大會 應該是三十五 因為我很怕搞亂那個委員會 十五分鐘來 不敢肯定是三分鐘還是五分鐘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這麼久 嘩 都回不去嗎 五分鐘 十五分鐘內 東區灣仔區中西區南區 哦 東區啦 這個中西區啦 南區 三個區 中西區 東區 灣仔區 東區 南區 中西區 灣仔區 南區 中西區 東區 灣仔區 這些 中西區 中西區 應該最大是醫療 然後應該教育是第二 社福利第三 我分不了教育還是社福利哪個 教育、醫療是最大的 還有一個應該是 健康不是很多 醫療應該是最多的 然後就是社福和教育 教育、福利、医疗 我们为什么要经常做全民退休保障呢 政府给600亿的总资基金 就可以启动全民退休保障 这个一定要追上来 我反而觉得应该加大资源的投资 因为其实香港教育撥款是整体GDP的3.3% 但是英国是6.6% 其实香港比很多西方国家、先进国家都低很多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份绝对应该增加 医疗更加 而且要多建一些医疗设备 就是医院、十二病床 以及引入更多的医生 我希望我进入立法会 我希望我更加熟悉立法会 当然会成为立法会的一份子